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入门阶段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同学 你只要把你的心态调整好了 慢慢慢慢你就能跟得上了 所以不用担心 哪怕你第一个小时跟得不是那么顺畅 也没有问题 好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外言概念 叫做公司的目标 这个概念实际上在我们的实务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不太去说这个词 那你想想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使命讲的是说 我为什么要去拼命 我为什么要成立这家企业 但你光把这件事说出来了之后 我怎么去知道你到底做到了还是没做到呢 因此我们需要有如何衡量你的追求 是否实现的这样一套体系 这就叫做公司的目标 好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迪士尼所提出来的使命叫做 让世界快乐起来 这就是我的追求 我为了让别人快乐起来 那我怎么样来衡量你是否实现了呢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具体的大目标 我要成为全球超级娱乐公司 其实这里边就已经提出来了 我让世界快乐起来的方法 我要成为全球的一个娱乐公司 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目标不是很扎实 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虚 但这确实是一种目标的表示 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阿里他的使命叫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对吧 所以呢 他就是扶持我们的中小企业 让大家都可以去开网店去做 但怎么去衡量让天下没有难做生意呢 他提出了一个量化的指标 这个量化指标是对他自己而言的 说活102年 当然他这句话后面还有别的表述 我只留了这一个 你大概的意思 我要活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要跨世纪 而且我要跨三个世纪 能看出来吗 100年是一个世纪是吧 往前一点点 往后一点点 他就跨三个世纪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好 我们再看美团 帮助大家吃得更好 生活得更好 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美团的使命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的目标是通过人工智能的改进 每天服务10亿人次 你发现没有 你大概有那种感觉 前面这个叫画大饼 对吧 稍微了虚了一些 但是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 就稍微具体了一些 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数字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就已经出来了 是公司的目标 是公司使命的具体化 他就不再抽象 我是让什么什么帮什么什么 已经不是了 而是行动的承诺 比如说美团那个就比较典型 通过人工智能 对吧 每天服务10亿人次 所以这个具体化这三个字 你首先能够感受到 来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 那我们说这个公司的目标 它还是一个体系 其实这词没那么复杂 比如说 你得有个大目标吧 你得有个小目标吧 这就是体系的概念 所以它得是一个体系 你得能够是量化出来的 这就好像我们落回到我们每一个个人 你是不是有KPI 你是不是有你绩效目标 对吧 你的绩效目标一定是一个能够明确的具体的一个方向 好 最后一点 需要所有的管理者都参与 目标的制定 肯定不是员工去执行的吧 对吧 管理者一定要参与其中 所以这几个不用背 你看我只是标率的把关键词给你明确出来了 没有让你背的意思 同志们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目标 我们其实刚才说过 它是一个体系 但这个体系其实是有两种分类方式的 一种我们是按照内容分 有财务体系 战略体系 一个我们可以按时间区分 有长期目标 短期目标 这个地方 也挺无聊的 但是我们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掌握一些辨析的技巧就可以了 首先来看两种目标体系 一个是叫做财务目标体系 一个是叫做战略目标体系 我们对大家的要求就是 你能够看到这个表述 哦 这个是财务目标体系 哦 这个是战略目标体系就够了 听明白了没有 技巧很简单 来 财务目标体系 比如说包括市场占有率 收益增长率 投资回报率 股利增长率 然后再加上两个特别的 股价的评价和现金流 我不确定你们现在手里的这个版本 是不是更新后那个版本 如果有一个什么受信额度 那个就不要 新人度那个就不要了 因为新教材把那个删掉了 早就该删掉了 来 按照我现在PPT当中 这个是为准的 来 财务目标你看它有什么特征啊 是不是都有一个绿字啊 是不是 但凡看到绿字的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来 股价的评价 你不用管它 股价是不是个数字 今天5块钱 明天10块钱 是个数字吧 现金流是不是个数字 肯定是个数字啊 好了 那 这能辨析错吗 辨析不错啊 来 看站立目标体系 包括什么 哇 这么多字 没有一个我需要你什么重点掌握 就有一个标率的 我们先看看都有什么 或许足够的市场竞争的优势 在产品的质量 客户服务 产品革新方面压倒对手 使整体成本低于竞争对手的成本 提高我们公司在客户当中的声誉 我不念了行吗 有绿字吗 没有绿字吧 有数吗 没有数吧 唯一的一个你可能会错的 就是我标率的这个 有些老师成本也是数字啊 好了 那你就单独记呗 使得企业整体的成本低于我们竞争对手 这是我们后面会学的一个成本领先战略 就是我要极尽的要采用低成本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春秋航空 想想看是不是 那么多航空公司你都印象吧 春秋航空你知道吧 一个字抠 这个买机票是挺便宜的 时间都不咋地 然后呢 这个行李托运呢 也要额外收费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走的就是低成本的策略啊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战略目标 它不是财务目标 财务目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各种率再加上股价再加上限制率就结束了 可以了 好 所以能够搞清楚辨析就够了 不要去研究里面的细节 没必要 来 接下来看第三个 它也是一种体系 只不过是从时间的维度上 去进行衡量的 比如说领导们说 你给我制定个目标吧 但领导们第二句话就会问 啥时候实现呀 对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时间维度上呢 分成两个目标体系 第一个目标体系叫短期目标体系 说白了 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 我们觉得这种比较短期的目标 就叫短期目标体系 它的核心就是提高我们的经营业绩 和我们的经营成果 当然还有一些长期的目标体系 你比如说刚才 阿里说的那个 活102年 哇 好长期哦 是不是啊 马云爸爸不一定能看到那一天 是不是啊 好 所以你看 长期的目标体系 就是一个很长远的 我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去保持一个良好的经营状态 包括迪士尼所说的 我的长远的目标 我的战略目标 是成为全球最大的超级娱乐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体系 好 来 请听哈 我们现在教材当中给出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但实际上在实物当中我们不会去讲这个词 在实物当中 我们这里边所指的短期目标体系 就类似于我们在开篇讲战略那个概念当中的目标 有印象吗 我在讲完三个战略的概念之后 我是不是给了你一个小框框 我说战略啊 是计划和目标的结合体 既要有计划又要目标 受十斤的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 那个叫战略目标 其实战略目标就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注意啊 战略目标往往指的是短期目标 三到五年的 而长期目标体系 在我们的实物当中 我们一般称之为愿景 我们一般称之为愿景 只不过我们教材没有收录这个词 其实在实物里面 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企业经营高管需要思考的三件事情 叫什么呢 叫使命愿景价值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可能大部分同学没听说过 就一说呢 我们就是要使命愿景价值观 但咱们CPA的战略教材呢 它不是按照实物当中最长的这个体系去说的 它用的是什么 目标 然后还分了短期目标 长期目标 但是你脑子里面要清楚 我们这里的短期目标体系 就是我们刚才战略那个概念当中 目标那一部分 长期目标体系 就是我们实物当中 所提出的那个愿景的意思 听懂了吧 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一块呢 我完全可以不补充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是大家以后在工作当中一定会遇到的 随着你旺上晋升 你一定会遇到的 你就会怪我当年 小姨老师怎么没给我讲清楚 没学过 其实你们都学过 只不过我们这个书写的时候呢 不善实物当中去写的 其实我今天开篇没有介绍我的工作经历 我最开始 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做 我最早最早是做财务咨询的 后来我做的是管理咨询 再后来我去企业做的战略 所以你们余老师就是做战略的 所以为啥我知道战略当中 是怎么 那个实物当中怎么叫的呀 就是因为我做过战略 所以实物的这个是这样体现的 但考试唯独不需要掌握这么多 好吗 来吧 稍微给大家串一串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请冷静 这个内容 我不要求你们全都理解的特别透彻 这确实是有的老板都不一定理解清楚的 有的公司层面上都不一定理解清楚的事情 我们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把考点抓住核心目标就达到了 我们这个部分的考点 其实核心我刚说的就几个 是吧 我待会再给你们留一遍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才所学到东西 这些东西的关系 使命其实是最顶上那个东西 是那个大饼 是不是 我们说使命包含三个方面 包含目的 包含宗旨 包含经营哲学 使命所衡量的就是你的追求是什么 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 还有印象吗 我们说这里地方考点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变息 我是不是给你写了几题高手 OK 好 那使命的具体化就是我们的目标 目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财务的还是战略的 抓关键词 财务战略目标 财务的目标就是各种各种率 加上股价 加上现金流 剩下的都是战略的目标体系 两个维度从长期和短期角度来说 长期是什么 短期什么 这个不重要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 长期目标 实物当中我们叫做愿景 短期目标就是我们刚才战略目标当中那个目标的意思 那整体这个目标衡量的是你能否实现你的追求 怎么来确定你到底做没做到 好了 于是目标定下来了 在定具体策略的时候 我们不说了吗 就是战略 于是战略有三个概念 传统概念 现代概念和综合概念 这三个概念的变息 能够搞清楚 哪个是既关注终点又关注途径 哪个只关注途径 哪个是霍悉尼的 把这个搞清楚就可以了 所以考点有这么几个 第一 他们的三个方面 第二 他俩的变息 第三 他仨的变息 够了 我需要理解的很深刻吗 不需要 能听懂的 跟上节奏了 非常好 你太棒了 没跟上的 还是有些户的地方 扔不管了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听明白了没有 但毕竟是第一次课 所以我放慢进度 举很多例子 让你能感受得到 那个是最好的状态 但是你真的跟不上 就扔 把这三个点抓住了 绝对搞 搞定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概念 叫做公司战略的层次 只有一颗星 考评不高 公司的战略难道只有一个吗 它可以只有一个大的战略 但实际上这个战略 是可以分解成不同的层次的 我们后续呢 章节在开展的时候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去讲 我们会翻成三个层次 叫做总体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 和职能战略 来 把这三个词再熟悉一遍 总体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 和职能战略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给大家去讲 这三个战略层次 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 第一个战略叫做总体战略 也叫做公司层战略 也就是 它是我们公司的最高层次的战略 好 来 听看第二段话 说 它是根据企业的目标 选择企业可以竞争的经营领域 合理配置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源 使各项经营业务相互支持 相互协调 好了 说了特别的无聊的一句话 关键词我就画了四个 叫经营领域 说白了 总体战略其实就是规范了 或者明确了 这个企业到底是做啥的 比如说请问 私人是做啥的 私人的业务领域有啥 你们知道吗 简单来说 其实有两个 你们不一定说得准 简单来说 其实有两个 第一 考证业务 第二 实操业务 就这俩 我再说一次 私人的主要的经营领域 第一 考证的 初级 中级 筑快 事务师 还有一个就是实操 就是会计实操的东西 所以你看 你明白了 好 我再举个例子 请问美帝是做什么的 美帝 听说过吧 有人说卖空调的 其实不是 你去看它的财报 它的业务其实有四大类 比如说有消费电器 有什么暖通空调 有智能机器人 有供应链 它有四大领域 所以你看 原来美帝是做四件事的 只不过它其中 那个消费电器 那个空调 那个地方 你比较熟而已 所以听清楚了吗 所以关键词 如果让你去辨析 这个到底是企业的 哪一个层次战略 如果它明确的是 我们企业的经营领域的话 就指的是我们的 总体战略 公司的总体战略 通常会涉及企业的 财务结构 和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 斯尔现在 考培业务可能深受大家知道 实操业务 并不是被大家知道那么多 因为这个业务 相对来说体量没有那么大 因此在财务结构上 你就知道了 贡献给斯尔业务 主要的来源是谁 当然是考培了 而不是实操了 能明白我意思 这其实就反映了一种 财务结构 你的收入结构是怎么样子的 同样的 如果我要想做好我的实操业务 难道我就要用考培的人去做吗 不一定 你可能单独要划分一波实操的人 专门去研究这个项目 这是不是就涉及到 我们组织结构的调整 说白了 就好像美帝一样 美帝 你做空调的人 做机器人的人 肯定不是一波人 你一定会涉及到 组织结构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 能够听懂我刚才的话就可以了 不用纠结这里面的这些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老师什么叫合理配置企业 不需要管它 听明白了吗 好 往下走 第二个 业务单位战略 还有一个词 叫做竞争战略 来 他说 这个是公司战略的具体化 形成本业务单位 具体的竞争的战略 说话跟美术一样 来看后面的 我给你画了词 说业务单位战略 要针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在各自的经营领域当中竞争 停 在各自的经营领域当中 去有效竞争 来举个例子吧 斯尔刚才说过了 有烤焙的业务 有实操的业务 对不对 我现在就看烤焙这本身 我这烤焙到底怎么做呀 我怎么去做市场竞争啊 那我就要去思考了 我的竞争对手是谁呀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怎么做 我们怎么打差异化呀 这些领域里边的事 就叫做竞争战略 好 美帝当中刚才说了 有一个部分的业务是空调 空调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呀 格力 董小姐旗下的格力 那么美帝就要去想 我怎么去跟格力去竞争 格力空调很贵 是吧 董小姐对于技术要求很高 所以你看格力的空调 就典型的贵 但是性能可能确实比较好啊 那美帝的空调呢 我们走性价比的路线 你发现 每一个人所走的路线 是不一样的 那核心就是 我这么多个经营领域 我某一个经营领域里面 我怎么跟别人去竞争 这件事探讨的范围 就是我们的业务单位战略 或者叫做竞争战略 能听懂了吗 能听懂啊 好了 来 它的核心就是 我们如何克敌制胜 其实这个词 在我们的实物当中 有一个词叫什么呢 叫赛道 就是你是在哪个赛道里 对吧 就是你在哪 你是在哪玩的呀 就这意思啊 在赛道里面竞争 超车 弯道超车 这个意思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竞争战略 或者叫业务单位战略 因为说白了 你想想看啊 就是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美帝 它会在全集团范围内 去跟格力去竞争吗 不需要啊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机器人 你比如说那供应链 好像比如说可能格力 可能格力有啊 我们假设格力没有的话呢 那我需要跟他竞争吗 不需要 那是你们各自所站的那块领域 但是你们竞争的是那块 是一定是某一块去竞争的 只是拿你的空调和他的空调去竞争的 懂我说一次了 好 这是第二个 好了 来吧 第三个 职能战略 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就是哪一个企业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些部门 市场部 财务部 生产部 研发部 人力 IT 对吧 你无论做什么业务都需要这些职能部门去支撑 对吧 所以这个就叫做职能战略 职能战略核心就是提高组织效率的 每一拨人专门研究一件事 HR就懂HR的事 是吧 IT的人就懂IT的事 就这么简单 好 但是在职能战略当中有四个字很重要 这四个字叫做协同作用 什么叫协同作用 我们来看它有两个层次的意思 第一 首先体现在单个职能当中各种活动的协调性与一致性 举一个例子 人力资源管理当中有一个特别古老的 但是现在也基本还在用的一个说法 说人力资源战略其实它做的事就四件事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 叫选育用流 给你们写一下 叫做选育用流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HR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可能会研究的一些内容 你发现这几个内容之间是互相协调的吧 你选了什么样的人 我怎么去培育他 把它培养好了之后 我怎么去用好这个人才 然后通过怎么样的激励机制去留住这个人才 发现没有 这就是职能战略 在单个HR人力资源这个领域当中 它其实是有协调性和一致性的 当然我说过了 现代的HR管理可能比这个要丰富一些 好 这个是HR的领域 人力资源的领域 那这个协同作用其实还体现在不同的 职能战略和业务流程之间的一种协调性和一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HR和IT会不会有关系 IT就是技术 对不对 有没有关系呢 有可能呀 比如说我们IT最近很重视数据的发展 我们是希望成立一个数据分析部门 或者叫智能大数据的部门 那这个时候我业务部门提出这个需求 那是不是就要去给到我们的HR部门去选了 去招聘了呀 他招聘了这些人才之后 是不是他还要帮我去制定培养计划呀 对吧 所以你发现这两个部门之间 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联动的作用啊 这是最典型的 对吧 包括比如说这个IT可不可能和财务有关联啊 有可能啊 IT我最近要去采购一个大的云服务器 对不对 我要上云 这个采购 这个谈判 这个价格 那IT部门一定要去参与讨论的 因为它是会有一个很大的成本支出 所以你发现没有 协同作用一定是不同职能部门之间 经常要去勾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跨部门学做很重要啊 这就是职能部门之间会存在一种天然的合作性嘛 OK了 好 所以三个层次大家搞清楚了哈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一个考点辨析 不难啊 三个层次怎么去辨析 结合关键词来辨析 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落入陷阱啊 来 看第一个叫做总体战略 总体战略叫做选择可以竞争的经营领域 落脚点在经营领域 第二个竞争战略 是在一个各自的经营领域当中去竞争 所以落脚点是竞争 第三个是职能战略 就是提高效率协同 来 我用一个图来表示一下哈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是总体战略 其实就是说 你到底做的是A呀 还是B呀 还是C呀 还是D 当然你可能ABC都做 到了我们的业务单位战略 或者叫竞争战略的时候 就意味着 我现在就是要研究你这个A 你这个A与其他公司的A1品啊 A2品啊 A3品啊 怎么去竞争的问题 对吧 当然你B要念去研究 C你要研究哈 然后到你的职能战略的时候 其实就讲了刚才说的是 你的HR是怎么做的 人力怎么做的 你的IT是怎么做的 你的财务是怎么做的 点点有很多 但是我说过了 强调协同 一个是HR内部的协同 选域用流 一个是HR和IT之间的协同 好了 这个图 搞定了吗 有没有帮你解释清楚 这就是战略的三个层次 我们后续在学习第三章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教材就是按照 总体战略 业友单位战略和职能战略 这三个层次来展开介绍 好的 听得突然都不困了 是不是 上我的课不至于困吧 我这么生龙活虎的同志们 来 看一个小的题目吧 公司总体战略的构成要素是 来 总体战略看清楚要求 第一个 选择经营范围发挥协同作用 对不对 前半这句话是对的吧 协同作用是在哪说的 职能战略当中的 第二个 确立竞争优势 有效的控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 对吗 你看到竞争这些关键词了吗 这肯定不是总体战略的吧 这是竞争战略的2B不对 C选项 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发挥协同作用 啥 职能战略的吧 4D 选择经营范围看到了吗 经营范围到底是A还是B还是C 配置企业的资源正不正确 正确 答案选 4D 能跟上吗 OK 好了 到这儿 我们就把第一节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节 第二节叫公司的战略管理 来 有同学好像发现一个细节 老师怎么感觉这节课跟上节课是一样的呀 战略和战略管理不是一件事吗 不是哦 加上管理和不加管理 那是两件事 其实啊战略和战略管理 这真的是两件事 它有关系啊 但是是两件事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战略是什么呢 我说的是 你看我刚才说的战略是什么呢 我说的是计划 寿 我刚说多少钱来这还记得吗 寿的是石金是吧 我们刚才说计划寿石金 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计划呀 有些目标啊 都在这里有是吧 这我不写了 反正就是计划寿石金 但问题是各位 我怎么得出来的呢 我怎么得出来这个计划寿石金 以及我寿石金这个计划 我后面怎么去落地呢 怎么去实施呢 我好像这些事我都没想清楚 我光定了一个大方向 我光定了一个目标 但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问题 可能是这样子啊 我可能是看了一下 外界对我的审美 也不是对我的审美 外界的审美的要求 可能觉得稍微瘦一点 好像还可以 也可能是我对我自己自身的要求 我觉得我瘦一点可能更健康 你看我既考虑了外部的因素 我也考虑我自身的因素 于是我确定了一个目标 是瘦十斤 我要是都不考虑这些 我肯定拍脑子 我要瘦五十斤 那我就是个猴了 是吧 你一定要考虑外部 考虑内部 最后综合得出了一个 我要瘦十斤的这个需求 然后瘦完十斤之后怎么办呢 你要不要落地啊 你要不要实施他 要啊 你不能就光定一个目标 就完事了 不行的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制定计划 每天跑五公里 跑哪个地方 穿什么衣服 是不是穿什么鞋子 每天的饮食怎么搭配 你看这就非常非常细节了 就已经到了实施层面的事情 所以你看啊 你光定一个目标 是没有用的 你怎么得到这个目标的 得到这个目标之后 怎么去实现 这才是一个闭环的逻辑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呢 在我们当中 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就叫做战略管理 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 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来说 就是你要去哪 对吧 你要去哪 这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吧 但问题是 你得知道你在哪吧 然后再知道你要去哪吧 然后再确定你要怎么去吧 所以啊 我们战略管理的三大灵魂考问就是 你在哪 你要去哪 你怎么去 能听明白吗 这才是一个逻辑上的闭环 现在在哪 要去哪 怎么去 你现在在A点 未来要去B点 怎么去 同志们呢 有人说 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是吧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日常当中 每天都要去思考的问题 听明白了吗 我刚起床 没洗头 衣服破绿阑珊的 但是我今天晚上要来上课 对吧 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那我怎么办呢 我要洗头 我要换衣服 你告诉我 你人生当中每一天的决策 不都是这样去做的吗 只不过今天我把它抽象出来了 叫做战略管理 突然就扬起了很多 OK吧 好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战略管理的内涵 概念性的东西不重要 我先耐着性子给你念一遍 为了实现企业的使命和战略的目标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学过的吧 使命目标都学过 科学的分析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与条件 哦 分析外部 分析内部 看看外界的审美 看看我内心自身的要求 制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 决策就是 收时间 评估选择并实施战略方案 每天跑五公里 控制战略绩效的动态管理过程 今天我要是跑多了 我明天就可以少跑点 今天我要吃多了 我就得多跑一点 你发现没有 其实这么晦涩的话 跟我们的人生每天所经历的事情 你的大脑决策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学科没什么难的 就是我们人生生活道理的一个抽象而已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它的特征是什么 不重要 我没必要绿吧 我没绿 你也别绿 好不好 咱们就都不绿 争取不绿 别太绿 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叫综合性 第二个叫高层次 第三个叫动态性 简单理解就可以了 什么叫综合性 第一 战略管理的对象 不仅包括研发生产人力等等等等 还包含各项职能战略的什么呢 统领各项职能战略的竞争战略 公司战略 也就是意味着 哦 战略它是有三个层次的 对吧 我的战略管理要对应三个层次 我不能只管公司层战略 我也不能只管业务单位战略 三个层次我都要管 所以很综合 第二个 战略管理是一门设计 所有部门的业务单位的 所有相关因素的一个管理活动 战略管理只是老板们的事吗 当然不是 我刚刚不说过了吗 老板们订完发案之后 下面的人要去执行 谁去执行 你呀 评论区的你呀 你是谁呀 你是干活打工仔呀 所有部门 所以很综合 不是只有老板们才做这件事 当然如果评论区里面 有老板 是我刚才有一点冒犯 好不好 来往下走 第二个 高层次 那从最开始 我们再给大家说文解字的时候 就已经说过了 战略的战 占领高地的一次 所以战略是关系到 长远发展的一个管理 高瞻远中 但是这件事 战略这件事 必须得是高层来推动 你说老师 有没有可能是下面推动 上面不行 战略这件事情 就必须 得由高层来推动 注意啊 必须这种表述 在我们的教材当中 不怎么常出现的 但是这个词出现的 在这儿就是对的 OK 好 第三个要动态性 这就好像说了 今天我发现我又胖了一斤 我就得瘦一瘦 我今天瘦了多了 我就可以多吃吃 这就是动态 我要随时随地的去调整 这不就跟老小明哥说的是一样的吗 你要去调整它 包括霍西尼的汤姆森 他也说 你要去调整调整 所以它体现的这种动态性 讲完了 过 第二个 战略管理的过程 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 三步走 不是 三步走 蹦叉叉 你在哪 要去哪 怎么去 你在A 要去B 怎么A到B 就这么简单 只不过 在每一个环节当中 蹦叉叉当中 都有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 就是你在哪 我们把它叫做战略分析 瞬间扬起了这个名字 是不是 你在哪 叫战略分析 我们要做两个分析 一个叫做外部环境分析 一个叫做内部环境分析 这里面这些词 你现在此时此刻 一个字都不用看 我们后面都会选 这会是我们教材 第二章的内容 总之 我要做的就是 你要先分析分析 你现在在哪 你怎么样 接下来 你要去哪 战略选择 选择一个你最终要去的目的地 你是要去B点 还是要去C点 还是要去D点 那对你来说 有很多可以选择的类型 有总体的战略 有竞争的战略 有职能的战略 刚才我们说过了吧 但是刚才我们没有见过的是 总体战略里面包含了 发展战略 稳定战略 收缩战略 竞争战略当中 包含了基本竞争战略 中小企业战略和蓝海战略 以及职能战略当中 包含市场营销 生产 研发 采购 人力 财物 这些所有的内容 我们以后都要学 我们要学的东西好多好多 这都是在第三章当中 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二节 和第三章第三节 我们都要学的 敬请期待 总之 对于企业可以选择的战略类型 有非常非常多 来 接下来 那战略选择 我到底怎么去定 到底选的是B C 还是D呢 这里边简单了解 不需要太掌握的东西 第一个 我们在制定战略选择方案的时候 有一些方法 我可以自上而下去制定 我也可以自下而上 也可以上下结合制定 这就跟预算管理很像 大家听过预算吗 预算怎么定的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上下结合 上上下下 就是这么个意思 战略也是一样 老板拍的 下面部门能不能提出一些意见 可以 但最终拍板的一定不是下面的人 总之是上下结合 这种方式都有 那到底企业选择哪一种 取决这个公司 它到底是集权一些 还是分权一些 什么叫集权 就是什么事都是我说了算 什么叫分权 就是我可以下放一些权力 分权吗 那我问问你 越是集权的公司 它越会采用的方式是 自上而下吧 对吧 越是集权的 都是权力在我这 我来定 你们听 OK 所以这三种方式 知道就行了 来 这个地方唯一的一个考点在这 唯一的一个考点在这 我现在手里有BCD三个方案 我怎么去评判这三个方案 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有三项标准 来 我标黄了吗 没有标黄 意味着不用背 能够辨析客观题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 叫做适宜性的标准 别看它长 但以后我们学完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 你就发现它是最简单的一个 说选择考虑 考虑选择战略 是否发挥了我的优势 是否克服了企业的劣势 是否利用了机会 是否将构成威胁的地方 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 能否实现企业的目标 所以当我拿来一个方案的时候 我想看看 这个方案 利用了我的优势 克服了我的劣势 抓住了机会 没有考虑 就是不会被威胁到 这就叫做适宜性标准 我们后续会把这一串的分析 起个名字 叫做swart分析 因为优势是叫做s 劣势是叫做w 是否利用的机会是o 威胁是叫做t 就是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和threat 这四个点 我们到第二章第三节 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模型 但这个模型很简单 但这个模型简单 可是它的深刻意义 非常非常多 等我们上课的时候 再给大家去讲 好 第二个 可接受性标准 还记得我们在说文解字当中说 战略这两个字当中 那个略字的右半边 是不是个 我说个个 啥意思来着 是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吧 一样的 我们在评估这个战略 我要不要做的时候 我要考虑 它是否能够被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所接受 假设你设置了一个方案 企业的效益会非常非常高 但是会污染环境 排污水 导致整个村子都被污染了 利益相关者在不在 在啊 利益相关者能满意吗 不能啊 那这个方案能选吗 不可以选 这叫可接受性 能不能被利益相关者所接受 好 第三个 可行性 这个最简单 你要评估你的战略收益 风险 可行性 就是这个战略方案 会不会风险太大了 会不会不赚钱呀 会不会不可行啊 等等等等 所以在判断战略被选方案 三个标准 适宜性 可接受性 可行性 能够做客观体 就够了 不用去纠结它 好了吗 第三个 最终我们把战略就选出来了 你看我们刚才有好多被选方案 是吧 不对 我们刚才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就定了方案 然后呢 我们依据三个标准确定出来 我们到底选哪个方案 但是谁去选呢 最终核心 你要去根据你的战略目标去选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小公司 你做不了决定 让你妈定 对吧 你是一个计算公司 你让总部去定啊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去请外部的专家帮你来看看 专家 你觉得我应该选哪个方案 所以依目标 报上级 或者是请专家 都可以 这不是考点 过 第三步 你在哪 要去哪 怎么去 第三步了啊 怎么去 我们给它写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叫做战略实施 战略实施总共 是我们第四章所学习的内容 这个地方内容 以前呢 还考 现在的 我觉得科考性是没有了的 其实这里面说 战略实施所要解决的这几个问题啊 虽然写了五条 看起来好吓人 但实际上 它其实就是我们 战略教材 第四章的那四个标题 然后再加一句兜底的话 所以 不用去记它 你就知道 战略实施要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 组织架构 战略定了 谁去做呀 大家怎么分工啊 第二个 光有这种分工之后 大家的写文化 天天都是狼性文化 大家都累死累活的 行吗 可能行 可能不行 我要考虑 我的写文化怎么去办啊 第三个 目标定了 但是没有控制 大家可能自己就跑偏了 对吧 不能就跟拖枪的野马一样 飞跑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得制定一些控制的手段 战略控制 随着技术的先进的变化 我能不能让我的企业 做一些数字化转型呢 第四个 第五个兜底的 是协调好上面这一大堆乱一八糟的关系 总之我说过了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是我们第四章的这四节的标题 所以你现在记得没有用 你倒是学完第四章 你自然脑子里就有了 不用管它 第五个就兜底了 可以吗 过 行了 最后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 战略管理过程包括三个 蹦擦擦 战略分析 战略选择 战略实施 你发现没有 这个图是一个什么图 这个闭环的图 对不对 是吧 分析完了之后 做选择 选择完了 是做实施 实施完了之后 我要去分析分析效果 我今天做得怎么样 对我第二年 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实施完了之后 你要去分析 然后分析完之后 再做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 循环往复的过程 我们很多的工作当中 其实都有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叫什么呢 叫做闭环 如果这个词 你今天是第一次听 恭喜你 未来你的工作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飞跃 如果这个词 你不是第一次听 那请你把这个词 好好地灌输 在你的工作理念当中 闭环的思想 是我们工作当中 非常重要的思想 尤其是财务人员 经常做一半事 交给老板不管了 其实说一个 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老板给你 布置一个任务 交代给你了 有没有结果呀 有没有反馈呀 很多人是不是都没有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闭环的思维 你以为老板给你个活之后 就让你做完之后 是做完了 你不得跟老板说一声吗 这不就是闭环了吗 你看老板跟你说 你跟老板反馈 这不就是闭环了吗 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你就升不上去 对吧 所以闭环 它是一种工作方法的思路 它也是一种沟通的思路 所以你看 为什么我们这门课重要 就是如果你真的认可 这件事情 在你工作当中是有意义的 你就会有很大的晋升空间 如果你不认可这件事情 那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对吧 好了 你会说 他不问我说什么 这个思想很可怕哦 这个思想很可怕 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 这场当中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表述 我看我能不能想起来 大概意思就是 比如说领导交给你一个任务 他可能就让你做 他也不需要让你汇报什么 但是 或者说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让你好几个月去完成 那难道你是到了截止日记的时候 你再去跟他说吗 不可以 任何的工作 如果你被问进度了 就代表着这件事情 你就已经失败了 虽然这话有点极端 但是我觉得在很多老板眼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等我去问你 你要来告诉我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是职场新人 我这套是有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的老手 你爱咋地咋地 是不是 你就属于那种 反正我不管 我就这么这么地 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职场新人 我希望大家培养很好的职业习惯 说到底 CPA是干啥的 这本人证书 职业证书 是吧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 私人的老师们都是有实物工作经验的 我希望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职场里面待过 我们也在职场里面 职场里的思维 如果能够跟我们的学科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最有利大家的 就你们又能考证 你们职业发展又更好 对吧 我不想培养一些书呆子出来 那不是我的 那不是我的愿望 你说我交出一个100分的 我很自豪吗 我不自豪 但是我交出一个学生 他的工作发展很好 我自豪 明白我的初心 好了 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内容 叫做战略的创新 还记得我们在开篇的时候 说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一张 大的部分东西都不重要 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战略创新管理 三颗星 也就是意味着它能够考我们主观题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大家去认真的去对待和复习 好吧 当然了 这个内容不会很难 有个别的地方 有一些理解上的困扰 但是你跟上我的节奏 我告诉你怎么考就行了 好吧 来吧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定义 这个定义很长 但是不难理解 我们先耐着镜子看一看 给它个面子 好吗 战略创新管理是指 企业为了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就是我希望我越来越好 根据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或预计发生的变化 但是外面变了 我要去结合环境战略组织 这三者之间动态协调性的原则 举例子 听 国家不鼓励K12的学科教育 那作为新东方也好 作为好未来也好 环境大变 我的战略要不要调啊 当然要调整 对吧 那我的组织要不要调啊 当然要调整 有些事业不可能要裁撤了 我要去考虑新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新东方就找到了 对吧 找到东方甄选 对吧 那好未来呢 可能我要去发展一些 比如说跟教育硬件相关的东西了 跟兴趣培养相关的东西了 所以你发现没有 环境变了 战略就要变 战略变了 组织就要变 所以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动态协调性的原则 但我刚刚讲的这个呢 是其实比较是一种 比如说负面的消息 好 再举个例子 环境变了 人工智能发展特别好 现在这个ChatGBT啊 都已经能够帮助大家写论文了 请问我的战略要不要调整 要 作为我这个公司 我可能专门也去研究 类似于ChatGBT这样的东西出来 那我就可能去成立一个组织 专门做这件事情 投入我们研发资源去研究这种技术 所以你发现没有 环境战略组织永远是一种协调的发展 OK 好 并设计企业各个组织要素的同步的变化 其实刚才先说过了 然后对新的创业进行搜索 选择实施获取的系统性过程 这四个词你现在不用管它 因为我后面会讲 这个是我们创新管理的四个步骤 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总之前面这段话你听懂了吧 说白了 我要活得更好 我要更有优势 但是外部环境如果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要抓着这个变化去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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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进行创新 就这个意思 好了 来吧 来 接下来我们来辨析几组概念 这个地方不是考点 但是呢 对于大家对于这个概念上的理解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第一个概念 变革和创新 其实之所以有这个概念 是因为 教材若干年第一章 是没有战略创新这个概念的 以前的教材第一章叫做战略变革 只不过后来叫做了战略创新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变革 是指企业转化新的状况和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企业可能沿用现有的计划和概念 而未必产生什么新的构想 就变革的意思吧 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假设我觉得我们最近成本比较低 我要开始行动节省成本大动作了 各个部门请你分析一下 你们最近各个部门哪个地方花钱花的比较多 咱们一起来省省钱 然后做一些财务上的变革 制度上的变革 这就叫做变革 有什么新想法吗 没有 没有任何新的想法 但是如果我刚才说 我说我看到Chad GPT 这个东西特别的火 特别的流行 它能够帮助我们很多人工智能 解决很多的问题 于是我专门去研究这个事 有没有新的想法呀 有 所以这个就一定是创新 对吧 有新的概念 有新的构想的 在变革当中 不一定有什么新的概念 或者是构想 但是你看 这就是他俩的关系 就是我这里写的 创新肯定带来变革 但是变革未必有创新 能理解吧 好 第一个 过 第二个 发明和创新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 发明是将充满智慧的新创意 转化成有形的产物 创新呢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 而是对新的创意的产生 开发 实施 获取 等等等等 它最终是一个过程 啥意思 没听懂啊 我举一个例子啊 如果听过我的课同学 可能有印象 我小的时候 我是弹钢琴的 这是我弹钢琴的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学校里面有组织那种 创新发明大赛 弹钢琴有一个痛点 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学生来说 弹钢琴要翻谱子 就是要翻 但是就手弹着弹着 你要翻谱子 可能这个音符就断了 我小的时候呢 就发明了一个东西 但是就是一个idea 就是一个想法 就是我用脚踩 因为我手是弹琴的嘛 脚虽然有踏板 但是我还有个左脚 对吧 踏板是右脚踩的 我还有个左脚 我想发明一个 左脚的翻谱器 就是我脚一踩 然后这个谱就能翻 懂吗 就是想把它 就是变成一个专利 发明出来 这叫发明 你发现这个故事 到这就结束了 没有任何后续动作 没产生价值 没变现 没卖 没东西 这就叫发明 它就有一个新的产物出现了 后续那些动作还没做呢 但如果当年 如果我特别有商业思维 商业头脑的话 我把这东西生产出来了 比如说找工厂 帮我去研制出来了 然后卖钱了 这叫什么呢 这叫创新了 你会发现 它会涉及到 你看创意的产生 开发 实施 获取 这个获取 获取的是什么 钱 获取经济利益 是吧 当然我也知道了 这种需求 应该不是很多人都有的 估计也卖不了几个钱 但总之你要理解这个东西 就是发明是得到那个产物 那这个产物得出来之后 你能把它干一些很后续的动作 这叫做创新 这就好像爱迪生发明了灯泡 灯泡出来了 但后续它能干啥 是通用电器这家公司去做的 把它让 对吧 做成真的是 比如工业化的照明设施 等等等等 有了一系列的后续的动作 所以发明它只是创新过程的一个环节 它可以不产生收益的 但是它要被应用到 所以这两个概念能听懂了 好了 创新是落地吗 你可以理解成落地 我觉得这个解法也不错 大家这个解释也不错 是落地的意思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点 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晚上 第一个给大家标绿的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第一个给大家标绿 标黄的地方 终于有黄色的地方出现了 第一张我需要你背的东西真的不多 就这儿啊 而且就必背四个标题 我们来看看战略创新有哪些类型 别紧张很好背 这东西也不是背下来的 你重复看这几遍 你就背下来了 同志们 来我们把这讲完 把这段讲完我们就下课 好吗 战略创新类型是学者提出来的 你注意 我们教材当中很多的总结 这种东西 都是先人们提出来的东西 先人们一定很完善吗 他提出的理论体系一定很标准吗 一定很规矩吗 不一定 但是忍着吧 没办法 所以他不一定能够概括所有的规律 但是呢 咱们用了他的东西 咱们就按照他去考 好了 来他说战略创新有几种类型 有四种 第一产品创新 第二是流程创新 第三定位创新 第四范式创新 我们逐一的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 我看到评论区有个同学提出了一个 就是说了三个字叫太老了 给你点个大拇指 为什么呢 同志们呢 你想想看 创新创新 这个词虽然提了很多年 难道创新这个理论本身 不应该用点新的吗 但我真的有点忘了 这个理论好像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理论 还是70年代的理论 我不记得了 我有点忘记了 所以你们看咱们这个书 确实也不太与时俱进 其实在创新这个理论当中 熊比特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论 颠覆式创新是比较好的理论 威廉斯坦森教授提出的一些理论 但我们教材都没有收入 很遗憾 很遗憾 收入的是一些 都快进棺材盒的理论了 没办法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理论是怎么说的 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 我希望就是我真实一点 但学习嘛 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硬试的 来吧 第一个 产品创新 这个最简单了 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发生变化 好简单 这个定义其实不重要 来看决例吧 一个企业向市场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智能电动车型 就完了 就好简单 就这么简单 四二原来只是做的烤焙产品 但是我现在又突然做了一个实操产品 产品创新 结束了吧 可以吧 它是不是创新 你一定要抠这个创新这字里面不用 总之它是个新东西就行了 OK吧 好了 来第二个 其实就是一个新产品 当然这个新产品呢 就是我跟你说 你们脑子里面可能想 这个新产品是不是得一定得是个新的理念 其实原则上应该是的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那初题老师可能都没想到这一步 懂吧 所以咱别纠结了 好 第二个 流程创新 说白了 新产品都出来了 你可能会随着一些工艺的改进 当然这不是一定的 有的新产品可能用的是老工艺 但是如果有一些新产品用的是新工艺 比如说你生产汽车的一些制造的方法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一种流程创新 这个是不是也挺简单的 我不需要解释吧 好 比较难解释的 其实呢 是我们后面的两个 第一个呢 也不难 叫定位创新 我们来看定义 通过重新定位用户对既有产品和服务的感知来实现的创新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们就瞬间明白了 叫做 喝凉茶就喝王老吉 怕上火就喝王老吉 但是你们知道王老吉以前他说他自己是什么吗 他以前啊 他就认为自己是个饮料 他以前他就是个饮料 但是后来就觉得 我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怎么能让别人买呢 他就发现广东地区啊 特别容易上火 天气潮湿 尤其是春天 很容易上火 那我既然我是凉茶 我能不能说怕上火喝王老吉呢 就这么一个小的改变 他的销量就大增 你看对既有产品和服务没变 但是用户对他的感知发生了改变 再举个例子 前几年那个歌手那个比赛 是不是有什么 什么那个 为爱经典 唯有真选 经典有机奶 这个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不就是个奶 对吧 就是个奶 产品还是个产品 但是我换了一个定位 我给你换了一个定位 说为爱真选 唯有经典 就意思就是说 送礼就得送他 表现达的 表达的是你的爱 这就好像说什么 送礼就送脑白金 脑白金可能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 但是后来说送礼就送脑白金 给你花了一个定位 给你洗脑了 诶 感知变了 这就是一种创新 好 这里我们教材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将汽车和时尚结合 打造了一个专属女性的粉色汽车 打造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 这是谁啊 这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我估计这个车卖的也不是特别好 叫什么呢 长城下面那个欧拉 有个车叫做欧拉品牌 这个品牌 它专门研制出了一些 叫做女性经济的车 就是专门是为了她经济 现在有了这个词叫做她经济 这个她经济 欧拉品牌 车型很独特 很小巧 它那个车的灯 就跟猫的眼睛一样 是不是感觉好像 有一点点像女性的角色 像个猫眼睛一样 很好看 大大的 还有长长的眼睫毛 然后它包括整个车型的设置 包括功能的设置上都是这种女性来的 比如说她有个功能叫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的姐姐是不是 综艺上很火 但她有个模式叫乘风破浪模式 你听这名字你知道啥时候要用到这个模式 刮风下雨天是吧 所以你只要进入到这个模式 雨刷就会打开了 车灯就会打开了 车窗就会关闭了 空调就会开始了 就是不需要你动脑子 下雨了 女孩子们可能慌了慌张的 完了有点手忙脚乱的 没事 请点击乘风破浪模式 一键操作 完全安心 懂了吧 所以你看这种东西吧 就是 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但在认知上 我故意做的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我在理念上 故意做的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我更强调 这是女性牛车 你男的别开啊 所以东西 东西还是那个东西 玩意儿还是那个玩意儿 但是定位不一样 所以这叫做定位创新 好 最后一个 我看评论区说什么 大女主都喜欢大G 好 行 都有钱 我记得特别搞笑 我有个深圳的女生朋友 她说 问她说 为什么喜欢这个车 好看啊 就是买车的评价标准 非常的直白 好看 为什么买特斯拉 好看 我前日子回深圳的时候 我看她贴了一车身的 就是共四而绿很像的颜色 我说你这车 车皮可以啊 怎么选 怎么选 好看啊 非常直白 跟功能没啥关系 好 最后一个 范式创新 同志们 这词啊 一听就知道 它不是 它不是中国的词 是吧 虽然范式是中国的词 但是它不是一个常见的中国的词 好 来 什么叫范式 我们看它的定义 叫影响组织业务的思维模式和实践规范的变化 哎呦我的妈呀 说的不是人话 是吧 我后面写了 叫本质上其实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举个例子 来看第一个例子 说这家企业原来做的是生产汽车玻璃的 生产汽车零部件的 现在呢 整个进入到了整车生产领域了 来 我先问问你们 这里边有没有产品创新 有 有没有流程创新 肯定有 有没有商业模式上赚钱方式的创新 你原来是靠卖玻璃赚钱的 我现在靠卖的是车赚钱 这盈利模式收入结构 成本结构肯定不一样 所以其实我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这些创新类型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它的界限其实并不非常清晰 所以这种题一般出 你觉得出单选题还出多选题啊 当然是出多选题啊 对吧 很爱出多选题的啊 好 来 接下来 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有家公司 听过吗 IBM 来你们告诉我 IBM是做什么的 IBM是做什么的 有人说卖电脑的 是吧 有没有人说卖电脑的 你看 卖电脑 有点不错啊 我们小四瓜也在说 做服务器的 然后做咨询的 就是你看 IBM在很多人的眼里面 它就是个卖电脑 那确实 原来就是卖电脑 就是卖PC的 但是后来 换了老板之后 他觉得我们应该为整个 这个全球商业的信息化 提供服务 你看人家这高度 你看人家这用词 叫信息化 你一张嘴卖电脑的 我们这一张嘴卖信息化的 是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 他不单单是做这些电脑 他会做更多的硬件软件 包括给企业提供一些 信息化的咨询的服务 很多 比如说现在企业要去做什么 上云啊 做数字化转型啊 都会去跟IBM去做 同志们 有没有产品创新 有没有流程创新 有没有范式创新 有 都有 而这里面最典型的 其实就是在商业模式发生了变化 但我以前讲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 我没有太解释什么叫商业模式 我发现大家都会去 问 老师什么是商业模式啊 但我告诉你啊 商业模式这个词 它就没有一个规范定义 咱们这个学科就是个特点 你说会计里面 有没有对资产的定义 有 有没有对负债定义 有 人家是有准则的 咱们这个学科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你看波特老先生一套 小明哥是另外一套 对吧 所以商业模式呢 它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 但是呢 在我们实务当中啊 有一个特别常用的模型 这个叫做商业模式画布 好多好多年了 我记得我在读大学 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 就是一个商业模式当中 应该包含这一大坨东西 你看有什么啊 Key Partners 你的关键的合作伙伴 Key Activities 你的核心的动作是什么 Key Resources 你的核心资源是什么 这里呢 还有Value Proposition 这个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叫价值主张 我们待会儿给他去解释 你的客户关系 Customer Relationships是怎么做的 你的渠道 你的Channels是什么 你的客户细分 Customer Segments是什么 你的收入Revenue Stream 你的收入流是什么 你的Cost Structure 你的成本结构是什么 哇 原来商业模式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所以前两天特别可爱啊 有个同学 老师这条题 它的渠道发生变化了 为什么说它是商业模式变化了 你看渠道可是商业模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 对吧 当然你不能说渠道变就一定是商业模式大变 可能是一部分的变化啊 好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来 滴滴打车 咱们把它转换成中文的行吗 我们其实一般看哪呢 我们一般先从这看 从这个Value Proposition看啊 从价值服务来看 你看 滴滴是怎么想的呢 说顾客减少等车的时间 能用更少的费用 走到更便捷的路线 这就是我的价值主张 这是顾客端的 好 司机也有啊 司机可以拥有额外的收入 而且在工作时间非常的自由 他收费也非常方便 线上就可以收了 不用收现金了 这就是我的核心的价值主张 好 来你看最左边啊 你的重要的合作 有谁啊 司机 是吧 汽车合作商 地图合作商 包括投资人啊 这些都是 好 然后你的关键业务 你要做产品开发管理 上场推广 客户获取 司机支出的管理 你可能要做的事情很多 你的核心的资源 你得 那个那个 就是咱们打车的一个软件 是不是 你的技术要足够的过硬啊 还得要政府的支持吧 滴滴 有没有滴滴同学 你得要政府的支持吧 你必须得要啊 顾客也得支持 然后包括熟练的驾驶 这都是你的关键的 这个资源 好 我们再看这边哈 客户关系 你要做媒体宣传 你要做顾客的支持 你要做在线的互控反馈 你要不断的去迭代你的商品啊 客户给你反馈意见啊 然后你的渠道 可以有网站 可以有APP 其实主要就是APP 对吧 就是滴滴打车嘛 好 你的客户群体 需要打车的人 不想开车的人 这是司机 这是客户 那用这个司机端呢 有车愿意增加收入的人 喜欢驾驶的人 是吧 当然其实还有一种人 就是没钱想要赚钱的人 是吧 就没写啊 就没钱想要赚钱的人 是的 好 然后呢 成本结构 比如说员工的成本啊 营销的成本啊 补贴的成本啊 这个补贴成本就是 你们现在用那个打车券 那打车券都是补贴来的 然后包括收入 平台费用 流量 广告费用等等 所以你会发现 这张图就解释了 就解释了一件事 你就是滴滴是怎么赚钱的 哎 一家公司是怎么赚钱 你能用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吗 不行 它所包含的要素可多了 这个地方没有在讲义里边 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特别严谨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讲义里面 大家感兴趣就自己截屏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规范官方出的 就可能是想到哪 写到哪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想给你解释就是 商业模式是个啥 你知道这个东西就行了 好吧 行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回来之后 我们再继续后面的那种消化一下吧